大家好 欢迎到常说美 我是常老师 后人每年都发布一个后人白皮书 主要是后人研究院来研究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开除 劝退的这样的问题 为了做这方面数据的统计 也为了避免这方面情况的发生 我下面会分三个视频来讲一下 白皮书里边的主要的内容 也让一些同学家长 能够避免一些被开除劝退的 这样的一些窘境 那么如果万一发生这样的情况 也知道如何来处理 好 那么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就是中国来留美的学生当中的 本科的学生 被开除劝退的比例 在所有开除劝退同学的学生中 是最高的 好 美国一直是中国学生留学的首选国家 中国年生在美国的国际学生总比例 也是最高的 在2021年全美的留学生当中 占34.71% 就是占1% 虽然每一位学生都抱着 我成功留学的这样的期望 但并不是 所有的人在留学途中 都是一帆风顺 很多的留学生都会遇到一些 比如学术生活这些不适应 那么他们可能对美国的大学的学术制度不了解 以及陌生的环境和学业的压力 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还有的情况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想透极取巧 所以这样的导致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没有办法无法的顺利毕业 对吧 你来美国来读书来留学 那你当然最后是希望留学成功的 那你无法顺利毕业 这个基本的要求就没有完成 那么一些学生就出现了一些学术紧急的状况 以及面对被学校开除的情况 后人教育从2014年开始 每年出版一个后人的白皮书 今年是第九版了 那么2022年版的后人白皮书 是针对在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 中国的留学生劝对的数据 我们做出的分析 那么今天的专题就将从劝退学生的年龄和性别入手 分析富美的中国学生 他被劝退的年龄情况 还有年龄性别的情况 那么从下面这个图可以看到 在2022年被劝退中国学生的统计数据里面 男生所占是57.6% 女生占的42.4% 这个和历年的数据都差不多 男生的被开除劝退的同学 依然比女生要多 可能女生比较听话 而且可能女生 他在一些要越线的地方 可能他会相对比较保守一些 那么为了更好的分析被劝退的原因 我们进一步整理了 学生在被开除劝退时候 他的学位的分布 那么从这边可以看 从高中本科研究生博士生都有被开除劝退的情况 这里边本科生占的最多是73.75% 硕士生占统计数据里的22.6% 博士生占统计数据里的1.7% 高中及高中以下的被劝退的学生占统计数据的2.2% 那么在2022年本科生依然是被劝退的统计学生里面的主要的主体 那么如果对劝退的同学进行更细的年级的划分 就可以看到 那么大一劝退学生人数 在总人数相对比较低 大概占比11.9% 大二到大四被劝退的人数的比例成递增的趋势 大四被劝退的占比最多 占22.8% 大三占20.1% 大二占18.7% 大一占11.9% 研究生期间是劝退第二大高发的阶段 研一是11.9% 研二是10.7% 其中研一稍微多一些 但是大家知道研究生是只有两年 大学是有四年 所以研一研二基本上和大一的水平是相当的 那么咱们看到大三大四 一个是20% 一个是22.8% 那么大部分的留学生都是经历了国内的高中教育 然后再选择来美国 这样新的环境 新的娱乐方式 确实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所以难免对美国的大学的这些学术制度 要求了解不足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 于是他就很容易出现 对学习不上心 导致GPAD 还有就是没有能意识到美国大学对学术诚信的重要性 而抄袭作弊这些方面 那么对于低龄的留学生 可能更缺乏对自己的约束 而出现的违反校规 喝酒 打架这些行为 这样同样会导致被美国的学校开除 那么在这个数据里面 我们看到大三大四 反而是开除劝退的比例更多 比大一大二更多 这个也说明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这个学业更加的加重 也有的同学是觉得我到大三大四了 掉以轻心了 这样的话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基于上面的数据 我们后人老师提出有三点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学生在赴美之前 你需要深入系统的了解 美国大学的学术制度 比如他的学术诚信制度 考勤制度 还有校规这些制度 那么你要避免引起违反制度导致的学术处分 第二就是学生要保持良好的GPA 你虽然说美国大学 它注重全面发展 但是你作为学校 它还是要以学术成绩来衡量 学生是否继续留校的这样的能力 你制定好合理的学习计划 你避免所谓因贪玩而导致学习成绩不佳 第三就是对低龄的孩子独自留学在外 咱们说低龄其实不完全是高中初中 其实本科它也是低龄 因为就十几岁 二十一二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家长你要保持和学生的很好的沟通 定期了解学生的情况 学业情况 生活情况 一旦觉得学生的学业的压力大 或者在校与同学老师有不愉快的情况 要及时给孩子帮助引导和正确的疏导 那么必要的时候 要有美国本地的老师 本地的教育顾问 给学生做很好的引导 那么面对这种学术紧急类的这样的问题 同学要注意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应对 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得到更理想的结果 如果同学遇到比如因为GPAD 考试作弊 论文抄袭 这些情况发生的 美国的学校开除 劝退停学 一定要找后人这样的专业的机构来处理 来减轻处分 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美国后人教育 一直是致力于更好的来帮助同学 来顺利留学 来成功的留学 最后能拿到美国的学位 对吧 所以你在留学途中 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 不管是行前还是后边来到美国的生活 那么都可以来咨询后人 我们帮助学生来解决问题 取得留学的成功 发掘潜能 走向优秀 那关于后人白皮书 对学生的性别 年龄 年级 这方面的统计 我就说到这儿 那么后边呢 我还会有两讲 接着来给大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好 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您观看 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点赞和转发